大家好,我是李水红 咱们这期课接着讲G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期课讲到了在发起流程的时候设定一个审批人 咱们这期课继续讲 咱们看到的就是在发起流程的时候可以用流程变量去设置一个审批人 那么同理肯定会大家会想到我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流程审批的过程中 我也可以指定审批人吗 当然肯定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说我这个不光是发起和审批的各个环节我都可以设置审批人 而且审批人也是和发起的同样的道理 也是可以灵活去定制这个审批人的 这个里边就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大的灵活性 就是我可以任意信手拧来就可以可以做一些非常容易做的事情 咱们去给大家模拟一下 做个实验 比如说这块 咱们这个总监这块咱们就不做了 因为总监和经理经理是一样的道理 咱们这块就叫闹的一吧 然后这个经理这块就成了动态的了 然后这个变量是怎么怎么怎么来呢 就说我是想做这么一个动作 就审批的过程中让他去传递一个变量 比如说是组长 我先把这个项目起来 然后给大家从页面上看就看得更真实一点 也就是说做到一个什么了 就是说组长现在在查看这个流程 他可以通过流程就是说审批这个流程 审批的过程中原来只说组长审批完直接就到经理了 肯定是这样的 都是的 那么现在就不这么做了 就想组长审批完 然后我可以组长审批的过程中 也是可以动态指定的 咱们看一下原来发起的时候 我这可以动态指定 大家看一下下来选择审批了 我这个组长审批这个流程了 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审批时候 我这个阶面不能选了 我这个只能通过 只能跳提号给经理了 这样的话有些地方有些公司 又不行了 说我们这个审批也需要什么什么的利益 那你这咱们作为程序员嘛 只能是满足客户的各种变态要求嘛 所以说我这个这块怎么办 也给他来一套呗 这下来咱很牛是吧 这块也给他加一个 我这你也可以选择嘛 首先咱们从页面上给他加上 加了肯定是完全跟这个是一样的 咱们就copy一下 detail 这块 咱们叫的也是选择审批人吧 这块node咱们就要node1了 刚才已经改了 咱们这个变量原来叫node 咱们现在叫node1 在审批的过程中这个变量叫node1 也可以给组长经理什么组件 整发 是吧 这个我都给大家留着了 其实现实生活都不会说 就是我经理提交了组长审批最后又提交给组长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 不可能咱就把它去掉了 可以提交给经理 也可以提交总监 可以提交给任何一个人 咱们这个人叫张三 然后呢 咱们这块看看 把这个去掉吧 这个上次不去掉的话又会保错了 然后这样后台怎么写呢 后台原来发起流程的时候 咱们看一下这变量怎么传进来的 是他的时候 用node把这个变量传进来的 这过程在这个审批过程中变量怎么传递来 咱们刚前面也讲过变量流程变量的时候也讲过 就是审批的过程中传递变量 咱们就在complete这块就传递 变量首先咱们从页面上获取到 咱们就要是tree node1 怎么怎么给传递这个流程变量呢 咱们他这个server有这么一个方法 第二setReval 这是非常 第一个参数是流程任务ID 第二个就是一个map 这个任务ID就是咱们任务ID 这个map咱们就新建一个 map是tree object map等于 new hashimap tree object 好 map里边咱们就把它这个 node1给传进去 and set put 他妈的这些多了 这个都忘了 然后把这个map给传进去了 这块有个要点就是知识点就是大家一定要传变量设置变量一定要在这个complete之前 如果你先complete了要再设置变量 肯定设置不进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complete完了以后这个taskid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到历史表里边了 所以说你在操作这个taskid不存在了 所以说你在操作这个taskid不存在了 肯定是空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设置给大家加个注释 就是叫做设置流程变量 然后这样就ok了 完成完成的动作就在这块咱们打个端点 然后他就可以去任意传递给任何人了 咱们看一下这行还是不行 咱们得重启一下 首先咱们肯定要是部署一下流程嘛 这个刚才改了还没有部署呢 如果不部署的话肯定走了原来的 部署咱们肯定还是用gip方式部署 咱们看现在是到了部署了2了 咱们再部署一个应该到3才对 部署一下 咱们这个部署流程让它返回到这个 类似它这个页面吧 这样看着非常舒服是吧 要不每次都重新点一下 部署流程咱们让它返回到哪个页面呢 返回到这个类似的 返回到这个类似的 应该是这个页面 返回到这个页面就行 OK 咱们重新一下看行不行 这段话就是部署完直接跳转跳回的那个页面了 这样就省得咱们去点去更加接近于完美了 咱们做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趋近于实践 这段话就大家拿到就是以后 拿到这套代码以后 就作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这才大家才没有白学这门课程 看这个是这个 然后咱们部署 选择一个 点部署 没有返回到这个页面 部署成功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返回呢 SDP 到这个页面以后 流程 流程 部署 部署 部署成功了 但是没有返回到这个页面里边去 咱们看一下 这块出这么多问题 就是还是404就是路径不对 然后咱们咱们让他把它给路径搞定 就是刚才 里边路径 咱们让他写成一种 还是那种 带绝对路径 带绝对路径 让他给 这边 不要让他使用这种方式 其实应该是返回 返回只不过是 但是 这里边都没有加载进来 好 这样的话应该就行了 怎么看这块 这样再来一遍 咱们再部署一遍 部署几遍都不影响 刚才已经三了 咱们一定要记住 部署 这次返回了 没问题了 这就应该返回的 就是说部署到四了 OK 这次咱们部署流程也比较完美了 然后就是员工发起一个流程 咱们这次发起一个流程 咱们去找他 就是 省批人 怎么叫他省批人吧 请假天数一天 直接提交给组长 操作成功 咱们看组长拿到以后 就拿到以后 咱们看一下 就这个最新的应该 就是下边省批人 咱们现在组长想提交给谁 都可以 咱们现在选一个提交给 张三呢 咱们先看一下张三有几个任务啊 两个 咱们通过以后 操作失败 有点有断点 一有断点就操作失败 这个阿达克斯真是弹塔 咱们看张三确实拿到了没有 拿到了 看下 省批人拿到了 就是说我这个过程中 操作失败是 他阿达克斯的问题啊 什么这块就是说 我这个选择 省批人的时候 就也就提交给 就是说我这个组长的时候 组长省批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任何人 就是我提交给谁都可以 提交给张三 张三这个拿到了 这个时候 张三是肯定拿到了 原来咱们会提交给什么 主长玩提交给经理 经理肯定是没有的 没有省批人这个东西吧 看一下没有 有经理没有拿到 提交给张三了 这样的话更提 增加这个流程的灵活性 我可以提交给 我省批的过程中 就可以提交提交 随便提交的提交一个对象 比如这个张三二这个 我不许提交个经理了 提交给总监 咱们看一下可以不可以 操作成功了 咱们把对点去掉了 就操作成功了 经理张三二啊 这个是以前的 反正不是这个 总监 咱们看一下 还是提交给经理了 咱们看一下经理省批 主长这个没有提交给经理 提交经理的时候怎么出了问题 咱们看一下为什么啊 提交给总提交给总监的时候 总监 啊 是这么个原因啊 就是咱们这块中间的使用变量的时候 看一下啊 总监 那我得一这就等于总监了 给直接给了总监了 啊 总监这块 总监应该是拿到这个经理省批这个东西的 看一下 咱们再试一下 咱们再试一下 看刚才为什么没有 组长 咱们这个 张三五天的这个 咱们要提交给总监 通过操作成功 看总监拿到了没有 总监没有拿到 还是提交给经理了 为什么 这块为什么没有这个总监没有成效啊 咱们看一下 分析一下这个原因 啊 我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啊 咱们刚才提交过 提交的时候提交给张三是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提交给总监就有问题呢 我猜啊 我也没没实际 我跟大家一块验证一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为提交给总监那两个流程 是旧的流程说白了 刚才咱们只是发起了一个新流程 就像这些流程都旧的 都是以前 以前申请的 以前的流程咱们是 这流程部署的 还是走的 HAPPY1和HAPPY2这些的 新流程才会走新的 也就是说 是什么个道理啊 这印证了咱们GBPM的一种机制 就是说 你虽然不新部署的流程了 但是我以前发起的流程 还在以前的走的 不能说我新部了以后 我以前发起流程中途 我没法走了 到底是跟旧的走了 还是已经更新的走呢 GPM给咱们定义一次 跟着旧的走 就是已经启动了 是跟旧的走 新启动的是更新的 是这么个关系 咱们再新启动一个 然后看看是什么效果 咱们这块就叫做测试总监 测试总监 没有问题 咱们这块不跳过经理 提了个总监 咱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咱们看总监 有没有 这个时候看应该是有了 看测试总监有了 经理是没有的 经理最新里边还是正在 这个就是不是咱们的错误 是因为GPM给他们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我旧的已经发起过的流程 比如说你在现在这些流程组长那边的 我再查看 再提交总监还是不管用的 还是你肯定还是总监是没有的 还是提交的经理里边的 看到了吗 还是提交的经理里边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咱们 GPM的一种机制就是新提交流程 跟新流程 新部署流程走 已经启动的流程 只能跟已经原来他启动的时候 用什么流程定义 就用什么流程定义 这是一个原则 跟大家一块去了解一下 回忆一下这个知识点 然后呢 就是咱们这节课讲的内容就是 我组长审批的过程中 然后去提交选择一个 我去选择一种 选择看一下 就是选择这个我要去选择审批人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角色也好 也张三个人也好 这个就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我审批的过程中 相当于是我灵活的指定审批人 但这个里边不是说是月级审批啊 就是说我去我直接 这还跟咱们将来讲的自由流 有一定的区别 他虽然说也比较自由吧 但是自由是还是 你看咱们这个总监这块的 虽然说总监拿到这个任务 但是他的任务节点名称 还是经理省批这个节点上 你说你节点还是在经理省批的节点 你还没走完 只是我总总监看到了经理的任务 只能这么理解 这个任务还不是我的 这么个意思 我能完成 但是我的节点还在原来的节点上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在将来咱们会讲一种新的东西 叫自由流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就会 这块自动就变成了一个 总监审批了 这个是以后给大家讲的 咱们这一课讲的就是这个审批的过程中 去指定这个审批的 咱们这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